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桩一鞋 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吹语 3D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综合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 在香港直播的3D话新闻 大家好我是凡素 我是爷爷 虽然希腊离咱们有点远 但是还是挺关心的 看着欧洲好像 风雨飘摇 要打起来似的 看热闹也挺好玩 今天有点痛苦 因为两个女生来算账 肯定算是一笔糊涂账 他们现在叫做达成了一个 非常复杂的协议 就是他距离 应该是公投之后 几天的时间就开始谈判 谈了马拉松峰会 加起来14个小时 最后呢 说一开始都觉得要谈崩了 这个齐普拉斯希腊的总理和 和德国的默克 当时就觉得 双方的立场已经没法调和 就没有理由再继续谈判 法国总统奥朗德也有意放弃 就觉得这个脱欧 应该是唯一的现实选项 三个人还准备都走了 别谈了 谈不下去了 欧洲理事会主席叫做图斯克 他出来当核实了 说别别别 他说对不起 你们今天绝对不能离开这间房间 关门放股 在达成协议之前 我们不会离开 反正 好 结果呢 又坐下来谈 他们来来回回 讨论了十几种不同的方案 最后我们我能看懂的 就我能知道的这个这个数字 感觉上是 大家能够理解的叫什么吧 就是齐普拉斯和默克尔 最后达成协议 就说希腊应该把价值500亿欧元的 国有资产转移到信托基金 最后呢 好像没有到500亿欧元 最后是砍了一半 但是这个呢 齐普拉斯都觉得是国家的耻辱 可是呢 最后呢 也是同意了 咱就按照这个去办 好了 他现在回到国内 希腊人不答应了 说我们给你公投 投的是不啊 投的是弄啊 但你现在换回来的这个 怎么比我投之前还要耻辱 没法接受 是吧 你就看欧洲现在 我怎么觉得 我还是不太能明白 他们到底在里面折腾什么鬼 这个东西 我也是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这个真的是 超出我们普通人的这种 这种这种知识的这种范围 所以特能理解当时公投之前 说人家希腊人 没看那两个附件 你就去投是吧 我换了一般人 估计也不咋看得懂 说实话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什么 就是国家的财政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小家庭的 家庭的财政支出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当这个整个这个小家庭的财政支出 受到外界经济的挤压的时候 就是你当然看到这个政府受到压力 然后这些官员们受到压力 但是具体这样的老百姓 比如说当你影响到你每一个人兜里的钱的时候 这个这个现象是很可怕的 你想据说是到上到这个这个礼拜一的时候 如果再不达成协议的话 希腊里这个所有银行里面就没有欧元可以提了 没有现金了 那是非常可怕的形象 如果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民众去银行提挤的话的话 那个整个国家瞬间就崩塌了 而且现在关于这个希腊 可能因为这一单新闻长时间的霸占了各种的版面 所以就引发大家对希腊这个国家 甚至这个民族 你们跟老祖宗之间是吧 你到底有没有把老祖宗的智慧发扬光大 还是说这个现代人跟古代人跟那什么亚脖子 想起来前段时间就是大家一起吃饭 其中就有一个希腊人 大家就开玩笑嘛 然后我就说 说你们这个希腊没落了 你们已经不是以前的希腊人了 以前的希腊人航海远洋 然后这个哲学 然后输出那么整个 民主 整个欧洲的这个精神文明的摇篮 都在你们这个希腊 现在怎么能这样呢 然后那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说你们中国人也不是以前的中国人了 大家就不吭声了 好吧 所以呢 等一下咱们来听啊 就是听一位呢 是在希腊生活前前后后有四年的 现在在希腊工作的中国人 那我就关心这个嘛 我说老实说 已经不是亚脖子的那个希腊 就是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 说咱们有孔子孟子什么的 他们是亚脖子 简称亚脖子 他说不是那个时代的这个希腊人了 就跟老祖宗没什么关系 中间有经历了战争啊 甚至连人口 他们说都有交换 我听那个高松 小松七谈里面 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不是真的而假的 好 他就说 这个希腊人呢 他确实 我就 我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我说是不是这种有过辉煌历史的国家和民族 历史你总是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包袱 都都会觉得我过去可牛了 所以面对现实的时候 他就爷爷祖上是富国的 对 所以你就好像现在咱们说红二代似的 是吧 你总是 我爷爷那时候 你有点高高在上的那种 历史包袱了 对而且你时时刻刻会觉得 我现在受到的遭遇 就不该是这样 所以会有一种屈辱感 那听他讲也挺有意思 他因为他跟很多希腊人 有过很切实的交往嘛 那现在就关于希腊的这些讨论 你会说希腊人就是懒 像之前投票 就欧洲还是哪个地方 就做过一个投票 让你选择你认为最勤奋的 最靠谱的欧洲的国家 其他的就不像希腊经济这么差的 就比较正常的这些欧洲国家 几乎都是投给德国 就又最靠谱又最勤奋 只有希腊人投给自己 靠谱也是我 然后勤奋也是我 反倒最不靠谱的投给德国 估计是一直觉得 德国人在欺负他们 对他们两个国家之间 那种互相的仇视 已经到达一定程度了 而且据说这个希腊人懒惰的 这个很多这种散播的这种意象 实际是德国的媒体制造出来 是吗 故意的 好那这个到底希腊 是不是像我们传闻当中的这么懒呢 我也问了问张迪 就是我们上次聊希腊那集的时候 连线过他一次 他还在希腊待着呢 他就说吧 其实你如果从这个上班时间来看 比如说公共部门和这个私营部门 他们其实是有差异的 公共部门 你就比如说像银行 他们上班时间非常之早 他可能七点多钟就开工了 你有的时候去那办事 你说你怎么下午好早 几点钟三四点钟 你就没人了呢 但说不是 他因为上班的时间特别早 我说那你看上去 所有人都坐在办公室里边工作 那不应该整个国家显得有效率吗 或者大家都很有很有斗志的感觉 他说这可能跟他们工作气氛 或者工作方式是有关系 效率有关系 效率 他说他接触的这些公务部门 还是指制办公时代 他没什么用电脑 都是用纸打印的什么东西的 他那些呢 就导致他一直在干活 可是活他永远没干完 效率低下 所以就说他可能整个办公的这种方式 就显得比较的臃肿和笨拙 落后 对 他讲到的一个情况 我这里有一个数据 就讲是2014年的 他这个世界一些国家的 这个劳动力平均每天工作时间 希腊是排在第二的7.9小时 就差不多8小时了 那跟他打一个这个对比的话 德国其实是反而是最短的 德国这个每个 每天工作才是5点 5点3小时 嗯 所以呢 就咱不能 其实是不是能从工作时间 就能论论及他的这些懒惰 还是要看结果 那还有 我记得是 上个礼拜 我在微博转了一条 就说到 有一个美国记者 他就也非常关心希腊的这个情况 就去调查他们这种什么偷税漏税的情况 就发现呢 在一个小岛上 大家普遍吧 就有骗公家的钱 那个意思 就明明不是盲人 但是你谎称自己是盲人 结果那个数据 跟他实际的数据相比差特别多 所以这就给外界造成 这是一个诈骗成风的这么一个国家 占公家便宜 占公家便宜 就是说你有钱人这么有钱 你像那什么船王什么的 原来发现他们对于国家的这个赋税的贡献是非常非常低 所以有人也说 那他一个是可能国内的这个文化有问题 二一个是他本身的这种财政制度也是存在相当大的毛病 那我们今天呢 还是再来请教张迪 继续跟他聊聊 现在希腊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如果说到希腊面对的财政环境 财政制度 这些表面上我们都能感觉 他是不是有些问题 那我们请一个专家专门来评论 他到底国内希腊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那跟这个欧元区 跟这个欧盟 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错综复杂的关系 就放在一个比较大的政治和经济的这个大格局下去考量 我们先来听听张迪的这个说法 就是现在一个是向他求证 希腊是不是传说中的逃税 必税的大国 懒人天堂 再一个呢 就现在已经通过最严厉的这么一个比相比之前更严厉的这么一协议 希腊国内是什么样的反应 那齐普拉斯这个人 我觉得我们上次节目的时候对他评价也非常之低 但实际上对他也没有那么了解是吧 那问问他 既然这么多舆论 都说这个人有很有问题 又很煽动 也没什么经验 是吧 他又是极左的这么一个人 他为什么能上台 国内到底是当初是怎么想的 把他选出来的 都来听听张迪的说法 关于希腊逃税 逃税很严重这个事情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希腊的传宗呢 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 他们是一个非常孤辱的群体 但是他们给希腊这个国家纳税额进成为零 这个原因也比较复杂 除了海运是希腊的一个传统强项 然后国家的政府对海运这个行业 有很多保护政策 允许船东将自己的公司开在国外 并且支缴纳极少数 就是将争性的缴纳一些税货 而且这些富豪们 他们个人资产也在海外 在希腊就淘掉了 他们这个26%到33%个人所得税 所以说希腊最富有的这个群体 在希腊的这个税收是没有贡献的 从景作政策开始之后 希腊的中产以及他们的平民 反倒是受影响最大的 因为他们是一些老老实实实纳税的人 他们工资不是很高 他们消费的需求都是生活特别需品 都是一些钢性的需求 所以在商品价格上涨 工资下降之后 对他们讲是非常大 但是恰恰是这些人 这些收入并不承包的人 却成了受多政策 受加税这些影响最大的群体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绝 缴纳电费账单 缴纳水费账单 因为希腊它作为一个发达国家 其实它的电费是非常贵的 它的单位电价 大概是在有分钱欧元一度 而且在这个价格上 需要加增值税 需要加房产税 需要加电视费 然后再需要加物业费 所以说每个月 他们收到的电费账单 其实对于一般的家 来说还是挺大的一个负账 希腊的国家电力公司 是属于公共部门 然后如果是电费 长期缴纳的话 从这个方面给国家的国库 带来拿的赤字 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其实这个国家的税务 纳税体系不完善 偷税漏税现象比较严重 这还是一个不中的事实 就是现在不是达成协议了吗 我看到新闻就说 很多希腊人觉得被齐布拉斯骗了 现在国内的情况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国内的反应 对这个协议达成还是比较激烈的 首先呢 在公投的时候 三驾马车最早给希腊 开出的一个条件是 整个财政改革方案的 这个package是79亿欧元 但是在希腊人公投投了no 否定了这个条款之后 希腊人再去谈判 最后拿到的这个协议 确实一个120亿欧元的一个财政改革的 一个package 所以这就给希腊人在希腊上 造白了很大的落差 明明我对一个79亿欧元的 改革方案说了no 为什么我们要去接受一个120亿欧元的一个改革方案 其次呢 在新的与欧盟达成的协议 送到希腊人手里 他们看之后发现 希腊需要把很多的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 进行出售 虽然说他们通过谈判呢 保留住了在将这个第三方的基金 操作私有化的进程 这个基金放到希腊的这个原理 但是希腊人还是觉得 这国有资产是我们人民的 这个政府呢 没有这个权利去代表我们人民 把我们人民的财产给卖了 用来还国家的债 这个是他们比较不能接受的 所以在这个协议达成的第一天呢 希腊的首都雅典的市中心 在他们的议会门前的广场上 又举行了大范围的游行 大家都说 我们投的是no 我们要一个更好的协议 但是你却把一个更坏的协议给我们带来了 这个对现在执政党的权威吧 还是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的 不光是来自外界 而且在这个政党内部呢 也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 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 是现在的执政党 是一个左翼政党联盟 它并不是由单一的政党组成的 所以在这个左翼政党之间 还存在着中左势力 极左势力 和有不同程度的 这个有不同政见的人 希腊的政会议会总共有300席 现在这个政党占了149席 他们的联合政府呢 加上另外一个左翼政党 总共是有162席 现在在这个 本身这个政党的149席里面 已经有大概50几席 是被这个党建立的一个元老 说动将要在 接下来的议会 新法案投票里都反对票了 也就是说 就针对这个法案的 他们这个政党内部 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危机 有三分之一的人 已经不去跟随这个总理 也就是他们政党 这个主题的意见了 就是说已经开始 威胁到齐布拉斯 在国内的这个执政的地位了 是吧 对 齐布拉斯 他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背景的人士啊 我看国内很多评论都说 他是一个骗子 对他的这个评价非常低 但是他在希腊国内 支持他的人 到底为什么支持他 齐布拉斯在希腊的呼声比较高 其实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在现在的政党上来之前 希腊主要是有两个传统的大政党 一个是新民主党 一个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 这两个政党呢 在之前的几十年的时间里 是轮三作证 但是这个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呢 号称是一个左翼政党 其实它是一个中右的党 新民主党呢 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右翼政党 所以说他们用自己的保守政策 基本上是统治了希腊之前的几十年 希腊人呢 在这几年的危机之后 看到了泛希社运的无能 看到了新民主党的妥协 看到他们的软弱 已经对于中右或者右翼政党的统治 产生了厌倦了 他们觉得靠这些软弱的政党 是无法拯救现在希腊的危机的 他们需要一股新鲜势力 来给希腊这个国家带来活力 让希腊能够重新站在这个谈谈桌上 用一个势均力敌的姿态 然后跟国际战争人谈判 而且希腊人在经过了几年的几年的政策之后 他们普遍觉得 我们现在的形势已经很坏了 我们没法再坏了 即使我们投出来一个 没有执政经验的政党 投出来一个与其他欧洲国家 全都政见不同的政党 我们也不可能获得一共坏的结果 不可能是在各深潭里再往下线 所以说希腊人在今年1月份的大选里 就是以高得票率选出了这么一个政党 选出了一个总理 选出了一个政党主席只有40岁 选出了一个成立不久 年轻率只有3% 4%这样的一个小政党 作为自己接下来的执政党 希腊人其实除了一些比较坚定的左翼人士 对这个政党坚定支持之外 其他大部分人是抱着一种 我们的国家现在没法再坏了 我们只能是定期乱投一 我们让这个人来看看他们干什么 是以这样的一种形态投了这个政党的票 你对这个齐普拉斯什么印象 我真是没有什么 你说你说因为实在是这个东西跟你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继续有看到什么呢 就是首先他还是我不认为他是个骗子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就是在这个政党这个位置上 然后到他这个位置上 他总是想希望能做一些什么事情的人 他不会说我是一个江湖骗子 然后我们也需要到达了这个位置 但是他在整个这个谈判的过程中 他实际上已经是被裹挟在里边了 他很难够很难能够坚持到自己的任何的一些原则 或者是一些观点 还有就是他在公投的时候 他是不是现在回个头来看 我们觉得他是做错了 他不应该当时拒绝那个债权人的那个提出的这个建议 然后而且还发起公投 而且还否决这个这个当时的那份 现在看起来比较好的offer 但是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事后的观点 我们当然可以很轻易的去评判他 他做错了 对吧 因为现在我们发现拿到的是一个结果 是一个比当时更糟的一个 表面上看这个on paper是一个更糟的结果 但如果比如说今天谈判出来 出来是一个好结果 比之前那个要宽松 要这个能够给希腊更多的喘息机会 那这个人就要是你变成了希腊的大英雄了 救世主了 所以我觉得用用成败来讨论这种政治人物的话 是一个很就太太过简单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也看一些评论或者国际观察家 他们在写文章分析啊 就说齐普拉斯呢 应该是一个博弈论的高手 他吧就是用这种不确定性 什么不确定性呢 一方面是债权人 他就打算就是你站在债权人的这个角度想的话 债权人他们也不知道希腊到底什么时候还钱 又或者他们会不会还钱 如果担心希腊真的决定赖皮 就无论是宣布破产或者债务违约 还是脱离欧盟都会打破 原来欧盟叫做一个有入无出的传统 你随时可能会引发这个补牌效应 令到这个其他的欧盟经济弱国 开了这个先例了以后 大家都会纷纷的脱欧了 对就最后呢你会造成欧盟解体 虽然之前俄国的这个财长 就一派不在乎 随你便你爱脱就脱吧 但是呢这个默克尔他非常在乎 就一旦是希腊成为缺口 他整个的欧盟的政绩工程 他都会面临崩溃 就说先看债权人 他他可能是这么想 对德国在这个整个欧盟 还有包括希腊在内 他都付出了血本了 没错 他当然不希望在这个口上崩开以后 他他前面就近期了 那他博弈的另外一方面 就是他必须面对他国内的希腊的民众 虽然对债务内容大家不太了解 是吧 对于紧缩政策十分不满 这个是大家能看得见的 就是情愿呢他不断以手上的筹码 去威胁债权人继续借贷 但是群众呢又不可能肯定债权人 会继续发放借款 担心呢万一债权人决定放弃希腊 他就会陷入更大的财政危机 连公共开支他都难以支付 所以呢到了关键时刻 主流民意都倾向不脱离欧元区 至于如何你既不能勒紧裤头 你又能享有欧元区的保护 那就是政府的事 就说他在制定这场公投运动的时候 你都他就借助了双方都不能完全清楚 对方的底线 但是又自以为懂得对方的底线 他就开出一个底牌 就是对方就让到对方会得寸进尺 所以呢他就是奇普拉斯说 利用这种不确定性搞这么一场公投 就是尽量的加强对对方的压力 但是又不用退出欧元区 或者他完全要跟随债权人的这个紧缩方案 就是他用了一个策略叫做什么 什么边际策略 你就是利用这种不确定性 他不惜把双方拉到这个很战争的边缘 但是危机前他又不退让 用国内的这个用债权人的这个来吓唬国内的人 然后用国内这种投票的公投的来吓唬债权人 就是大家你要是不继续给我这个援助呢 鱼丝网破你最后一个子也别想捞回来 然后对这个国内的又说 如果你们太那个什么债权人 就会以更严厉的这个更严厉的措施来制裁 所以呢他我觉得博弈这个地方呢 与其博弈其实我看过今天看了很多 有很多人他是支持他脱欧的 因为其实脱欧来说对希腊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 他脱离欧元区 他重新恢复他本国的货币 就可以透过这个汇率来这个减少他的负债 这个严重的这个外债的这个赤字 这样的会可以给这个本国的这个工业啊 还有企业啊 以一些非常好的这个稍微好宽松一点条件 让他们逐渐修生养息 但是现在如果孩子还保留在欧元区里 他还是继续保持一个巨大的这个贸易赤字呢 是他根本还是像一个输血一样 他没有自己能够缓过去来 能够逐步独立完成负担这些债务 他永远需要靠别人来接来 但是哈你想他任何一个国家 尤其像现在希腊这样 他已经没有什么自主权了 你不能仅仅是从经济层面考虑 你还得从什么地缘政治啊 他处在这个非常关键的 他又是什么北约的成员 又是什么 这个时候就需要领导人是个 其实这时候不能是一个谈判高手 应该是个铁腕人物 是吧 就是一个就我这么一咬牙一跺脚 但是他没什么砝码 他怎么铁腕呢 就这么干了 好那到底他的这个严重和和紧迫性 到底从何而来 那为什么说他一旦脱欧 默克尔和德国 他又会这么的紧张 那这个必须得放在他更大的这种环境 和和历史当中去考量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休息回来之后 要听到卢契元先生 他身在香港 是在香港做资本管理的工作 但实际上写很多经济分析方面的文章 是一位独立的经济观察者 来听听他从对欧盟影响这个角度 来跟我们带我们一起去理解 希腊现在这摊子的事 三天话新闻稍后再见 Uradio 好 欢迎回来三天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圆圆 我们马上就来听到 陆其元先生的分析 他对于欧盟欧元区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整个的欧洲的 这样一个打的环境中 1991年起 整个的欧洲的政治版图 发生了剧烈的变动 就是随着苏联的解体 华约的解体 欧洲由一个破碎的欧洲 重新变得统一 欧洲再形成一个 重新凝结成一个坚强的板块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出现了欧元 欧洲的统一 在历史上 挣扎过若干死 最后都失败了 而且所有欧洲历史上的 统一的进程都是在 刀剑 在倒立的状况下进行 没有这一次 整个大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是在一个和平的方式下进行 任何一个统一的进程 都需要有一个头 需要一个领导 这个头 这个领导 是德国人 那么德国人 在重新统一欧洲大陆的过程中 他既要承担 非常大的这种责任 压力 同时他也获得了利益 在政治上 德国人得到的利益 目前看 不是特别的大 但在经济上得到的利益 还是很大的 因为整个欧洲大陆 形成新的金字塔 德国 位置金字塔的顶端 而整个西欧地区 包括北欧的一些国家 位于整个金字塔的第二层 南欧和东欧 包括像希腊这样的国家 位于金字塔的底部 在整个的这种 剧烈的整合之中 德国的经济利益是最大的 它整个的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 跟整个的大欧洲的体系 进行了整合 整合之后 大家现在还在整合的 最艰难的过程中 整合之后 整个欧洲这个体系 打的经济体 整体上是超过美国 超过中国的 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经济体 而且它这个经济体 充满了活力 有极高的效率 充满了活力 这样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 对外而言 美国人当然不喜欢它了 英国人当然不喜欢它了 日本人当然不喜欢它了 因为对他们 以前他们这些国家 因为欧洲的破碎 而获得了巨大的 政治上的利益和经济上的利益 但整个欧洲整合完了以后 将在直接 比如说欧元 直接项目员 把去挑战 整个欧洲的制造 直接向全世界 所有的国家的制造 从各个层次 高端中端低端 把去挑战 那所有的人 都会有巨大的压力 一个崭新的欧洲 又起来了 外部的压力是巨大的 内部的矛盾也非常尖锐 因为整个这个整合过程中 很多国家 在制度上并不优越 像德国这样的 制度上非常完整 德国在整个的 财政金融制度上 在治理上面 整体水平是高于美国的 是远远高于日本的 那在这样一个 非常高水平的 这样一个治理结构上面 它要求其他国家 都按这个结构 进行改造 有些国家是可以的 有些国家 就像希腊这样的国家 本地的特殊利益集团 就会坚决地抵制了 因为他们惯了 舒服惯了 他们在超级地租模式下 这个很舒服 剥削别人 这个阶级剥削的习惯形成了 你让他现在 向有钱人征税 向资本利得征税 然后让他减少制度成本 他不干 欧洲内部出现了那么多的杂音 很多杂音是出于特殊利益集团 这里边既有内部特殊利益集团 搅获 搅局 搅乱 也有外部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搅局 在地缘政治上 有一个原子原理 就是大陆板块凝结 就像欧洲这样 大陆板块凝结 像亚洲 以中国为主体 大陆板块凝结 必然导致边缘破碎 像英国这些国家 欧洲强大 英国就晚 美国就出现问题 大陆破碎 边缘必然强大 就是欧洲大陆板块破碎了 美国英国就很舒服 中国破碎了 日本就会很舒服 俄国就会很舒服 准确地讲 对一个大陆的整合 特别是制度性的整合 不是十年可以完成的 但德国人走得确实很好 他走得很急 很快 他希望用一个标准化的制度 来完成欧洲的财政的统一 这个理想真的很了不起 但是难度确实太高了 因为我是研究财政的 我知道这个有多难 但如果整个的欧洲 其他国家的人理解 并且加入进来 并且放弃一些东西 加入进来 将会出现一个完整的 统一的强大的欧洲 欧洲的整体的生产效率 和生活水平 会迅速地上去 并且它会整个的 整体上超越 美国 英国 日本 成为世界最强的 一个经济的板块 或者经济的一级 如果失败了 那么 我自己的看法 不会退回到 德国一个国家的 只是 可能是一个小范围内的一个 国家联邦 或者是联盟 比如就变成德法 比利时 这样的一个小范围 瑞士 这些小范围的 一些最好的 一些欧洲国家 一些联合体 依旧会非常强大 德国人在处理 希腊问题上 我觉得手软了 换做我 我会比 现在更严厉 因为 如果 因希腊的原因 而导致 欧元 剧烈波动 欧元 向下行 比如下行到 0.9 0.8 其实对德国 对欧洲经济 并不绝对 是坏的 在某种意义上 可能对 整个的产业政核 和经济政 有利 但我是觉得 德国人考虑问题 还是比较综合的 另外可能也受到了 欧洲其他国家的压力 他还是 排取了 相对的忍耐 妥协和牺牲 这个 现在的德国 比历史上的德国 成熟多了 这个经历了 两次大战的德国 还是成熟的 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总体上是不错的 其他那些答应呢 作为我们 中国人 辩证的听一下就行了 因为 一个经济体 或者一个国家 向前走的时候 别人说三道四 在所难免 但我们要看 他的主流 他的方向 要看抓到他的实质 就可以了 好 这个卢权先生是觉得 德国干得漂亮 但是如果他干的话 他应该干得比德国 还狠一些 我觉得这个 人在 无论是在看电影 还是在看这个 国剧时局的时候 他都会潜意识的 把自己这个替代成 那种强势一方的 去有认同感 然后就把自己 放在强势一方向 如果是我 我该怎么做 但很少有人会 替代性去寻找 就是说如果我是弱主 如果我是希腊 我应该怎么办 怎样做才是对我的 对我 或者对我本国人民来说 是更好的 我相信在 在这个西伯拉斯的 这个心理 他不会 他的理想 不会是统一的大欧洲 他的理想应该是 就是往好的一点 就是我的这个国民 我们应该怎么让他 过上好日子 不要现在这么痛苦 往这个自私一点 就是说我的这个被子 还能不能保得住 我这个政党 还能不能在下届 选举中获胜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就是现实 或者脚踏实地的 像刚才这个 这个吴老师说的 这种大欧洲的这种思想 可能更多的是 默克尔心里的 那种理想版图 那回来我看到 就是很多人也说 就是其实 这次的这个 这个这个 最新大套的协议 其实还是不能够 跟从根本上 这个改变 希腊的问题就在于 希腊的问题不在于 因为我这次 学到一个词嘛 叫准结 以前很少 台湾人爱用这个 准结 对以前很少念到这个词 现在准结什么 就是你要节衣缩食 你要勒紧裤袋 带过这个苦日子 但是呢 其实希腊的问题 不是说你 你把希腊人的嘴都捆上 不许他们吃 不许他们喝 他们还是还不起这个钱 所以呢 应该什么呢 应该是辅助希腊本国的 这种可生力量 对 本国的企业经济 包括我刚才说 我说为什么这个铁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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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总理 还不够铁腕 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 我就是要改革 用这种比较激进的方式 改革我这个 因为他们公务员的 待遇的确实太好了 消耗了很多 但现在公务员待遇 一直在削 就是在削 就是在削减 还有呢 就是对这个 妇人开刀下手 然后去抽税 或者说 干脆就是说 如果你们不喜欢 你们就离开 我打烂一切 我重新再 就没有办法 因为你已经烂掉了 对不对 所以 当然这是一种 很激进 或者是很理想化的手段 但是也最后 逼到没有办法的时候 因为那些 就刚才 陆老师也讲 有整个这种特权阶层 他们就是还是 在趴在这个 对 你像船王 我都不用纳税的 而且我资产都在国外 对 那你好 那你就 你就实行一个 非常严格的这种制度 因为你当你实行一个 严格 但是相对公平的制度的时候 把这群 把这群人赶走以后 会有新的富有阶层 中间阶层 慢慢的成长起来 你给他时间 给他这个政策倾斜 给他优惠 让他慢慢的 辅助一批新的 但是是一个比较 遵纪手法的 适应新的这种 财政规则的这种企业 那你这个国家 才有广国气的可能 没错 这确实 这个希腊 他可能非得要 烂到谷底 他才有机会 让他重建一切 更加迫切的 可能就是重建 他的制度 现在 卢权先生还讲了一段 这个我没剪进来 他直接用哪个词 来形容 他那个财政制度 他说是下流的 是不文明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等一会儿呢 我们再请张提 跟我们讲一段 就是关于希腊人 他跟他们交往 结束 交往过程之中 感觉到的 这个民族 是不是在一些 民族情感 就特别容易被煽动 他们这些民族 自尊心方面 会不会影响 他们的这个进取 和发展 三点话新闻 稍后见 by bwd6 好 欢迎回来三天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圆圆 现在很多人呢 就强导众人推吧 就开始嘲笑人家希腊 说你们给老祖宗丢脸啊 你看古希腊孕育了 这么灿烂的文明 但是你们现在 怎么找不到一点 你们老祖宗 这种智慧灿烂的这个影子呢 说起来可能有点委屈 但是呢 希腊人现在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看待 过去的这个辉煌 那么过去的这些历史 会不会给他们 现实的选择 甚至未来的道路的选择 会带来一些包袱 我们再来听张迪的分享 我当时觉得希腊人 这个民族自尊心呢 跟他们的穷为关系 但是跟他们的历史 优秀非常大的关系 希腊人民一直觉得 他们是我们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 我们是民主的发源地 整个欧洲共存的基础是民主 而民主来自于希腊 所以没有希腊的欧洲是不完整的 我们希腊是整个欧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年轻人一代是在使用欧元的这个环境的长成了 我们是欧元的孩子 如果让我们放弃欧元重新使用德拉克马 重新使用我们希腊的传统货币的话 我们会无所适从的 我们会迷失的 他们很多人有这样一个看法 从经济的方面上来讲 希腊处于一个在进入欧盟之时 他们就是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一个发展水平上 他们的发展水平自然与西北欧的发达国家 比如比利时啊 比如德国啊 比如河安啊 那水平墙恰甚远 实际上他们跟其他的南欧国家 包括西班牙 波代牙 意大利相比 他们的发展水平还是要落后的 所以说其实希腊是赶上了进入欧盟的摩班车 进入欧盟的摩班车 也不是说在世界上进行摩班车 只是说他们在经济水平上 是在一个末尾的位置上 然后又收到欧元啊 这个货币体系的一个拖累 因为欧元是一个有统一的货币体系 但是没有统一的排政政策的一个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 希腊的经济就是有一点被拔苗助长 但是又没拔好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所以希腊人在享受了几年的高福利之后 突然又开始紧述了 他们还是一下子不适应 但是这个并不是来自于这么穷 而是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 我们居然被一些受我们文化影响 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民族操控 这是他们接受不了的 就是历史还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包袱 对吧 对对 但是这个你没有办法 历史已经过去了 你有本事的话 你应该重新振兴起来 让你们的文化复兴 而不应该是老是重温旧梦 他们不是活在怎么说呢 总是活在一种希腊文明会 自我陶醉当中 对自我陶醉之中 对 他们一直坚信自己是西方文明的滥伤 是整个欧洲文明的摇篮 你们的经济 你们的文化全是现在我们的基础上 所以说你们是要为我们去抗争 你们要为我进行朝拜 还有一点是因为希腊的自然环境非常好 每年夏天的时候 欧洲北部啊 欧洲西部的人都会来希腊住假 希腊的海岛啊 希腊的海岸线都是在欧洲独一无二的 他们有着得天独合的自然环境 所以在这种优秀的自然条件下 希腊人又出来了一种 我们有义务去对大自然的馈赠尊敬 对他们表示崇拜 而我们不应该去过分的干扰神的赐予 我们不应该去过度开发我们的自然环境 要 就说他可能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当中 选择了环境保护 对选择了环境保护 他们会把这个经济发展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 而且特别是对于一些 因为希腊的这个经济以旅游和农业为主 他们的农业又是像葡萄酒 像橄榄油 像水果 以及虾农产品 他们的生产都是以个人的农场和个人的缩访为主 他们 他也不搞工业化 对他们不会搞工业化 他们喜欢保留手工 喜欢保留这个传统的在工方式 而且喜欢保留自己的小范围 以便完成更好的这个质量控制 所以如果不把他们逼上绝路 说你必须要改的话 他们一般不会去改变这种已经习惯的方式 所以很多希腊人在跟中国人进行经济交流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中国公司与一个希腊公司进行对接 要从希腊几口橄榄油 中国公司在中国全力打开市场 找到了分销商 说我们今年已经完成了我们这边的目标了 我们需要50吨的橄榄油 希腊这边很有可能会说 50吨橄榄油我们生产不了 我们给你们10吨吧 所以说这是造成了希腊人这个产量不够 希腊人不善于奋进的这么一个印象 你觉得这算不算一种作 这是什么作呀 我觉得如果你拉开天 如果今天希腊没有出财政危机这个问题的话 它不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吗 就是慢生活啊 手工啊 原始啊 天然啊 然后保护资源 保护环境啊 享受蓝天白云喝红酒啊 这不就是你我们这些人每次放假的时候想去的地方吗 只不过现在因为人家现在没钱穷 所以把人家踩两脚 就是说你没钱的时候 你就该换一种活法 我能不能没钱的时候 我照样躺在这个沙滩上晒太阳呢 可不可以呢 所以呢这个确实 你讲到他对于历史的这个看法 就很多人也会 其实历史看法一样有 中国人动作 四大发明是我们的 今天全世界 现在全世界有文明有字不是因为我们发明了纸张和印刷吗 这种这种心态 这种包袱文化的这种民族自豪感 我们叫民族自豪感 这各个民族都是在有的 你像韩国人争取把什么都变成他们的 但有的时候这种民族自豪感过了份 民族自尊心过了份的话 就会就会被人取笑 这是为什么呢 我看一对 一对这个希腊夫妇 他们去到美国旅游 他们在一个酒店里面做结算的时候呢 他给一个希腊的信用卡嘛 然后对方呢 就说你这个没法取钱 因为他们银行冻结了 所以他没法用 结果就把他们赶出去了 他们就非常非常愤怒 他说非常愤怒 他说你完全就是剥夺了我 我这个伤害了我的自尊心 但是他这个新闻一出来吧 很多美国人就笑话他们 就是说你你没钱 你还谈什么自尊心 我觉得这个愤怒是正当的 但是不是针对美国人 应该针对他本国政府 就是我作为一个希腊人 我就公民 我缴税或者先不说漏税的问题 假装他是缴税的 而且是他把钱都存在自己的银行里 然后自己的银行就发了一个信用卡给他 那么保证这张信用卡信用通行的话 这个责任应该在国家在银行 不在于我本人 我不能保证我兜里的信用卡 是这个能够肯定有这个信用的 是信用卡公司来承担这个东西的 所以呢 他的愤怒我就可以理解的 因为包括现在一旦 比如说这个最新的协议 那个开始了以后 很可能这个银行就要把一些 一部分人存存储户的这个存款 转化成银行的这个资本金了 那这个时候 这些人的力气来保护呢 这些都是 其实这个本来是国家应该去 去做的事情 但国家没有做好 不能够去怪个体的希腊人说 或者说你没钱 或者说你们懒惰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 就是说你国家 你这个政府已经不争气了 如果民族你还不争口气的话 那这个你更没有鞭策力 去鞭策底的政府帮你做些什么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 其实是主要是靠 国家的制度来带动 把发挥每一个人的这个能力 和这个长处来 回避每一个人的短板的 如果你在反过来 你说要靠人民去勤劳勇敢 去逼迫政府做什么 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现实的说法 因为如果你 我觉得特别强调某一个国家 或者某一个民族 比如说有些政治不正确 说黑人就是懒惰什么的 然后这个希腊人就是懒惰 那这种东西你推广 推下去的结论 就是说希腊是对的 就是有些人种 又比另外一些人种优越了 但如果按照说 这个人种都是 这个水平都是平均来说 不管你是什么种族的人 哪个国家的人 你的这个智力水平勤劳和懒惰 还有这个贪腐的情况 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都是大家都是一个曲线分布的 人性都是一样的 人的这个品质和这个质量 人种的这种能力 都是差不多 应该是一个均衡分布的 只不过你国家制度不同 造成了你把人的 你是发挥他的恶 还是发挥他的善 我觉得关键点是在这个地方 你有发现 就这个新闻之后 还有两个角色 就中国和俄罗斯 就说希腊人 其实跟俄罗斯 历史上也是有过 很深的渊源 就是他们对俄罗斯 这个感情 可能比欧洲本土 这个感情 他们是一个东正教 一个宗教 你看他们那个建筑 也是都是洋葱头 是吧 所以 东正教的那个穷币 所以他们就说 这个俄罗斯人和中国人 在这个事上 你能不能掺和 有人开玩笑吗 说你中国干脆这么有钱 把人家岛的全买了吗 把它变成你 特别兴兴趣 中国的股市一天天上下 那个谁的几年的GDP就出来了 现在几年的GDP就出来了 你一天跌的 你就能把人家 新闻全买回来 是吧 所以呢 当然玩笑归玩笑 但是事实上 你说在这种大格局当中 中国和俄罗斯 肯定也在观望着 是吧 也在密切观测着 那两个大头 尤其是中国 能不能干些什么 如果真的想做些什么的话 要怎么做 那我们最后一部分呢 再请陆先生来讲一讲 他真的是有 很切实的建议 值得听一听 三天话新闻 稍后再见 好 我们马上来听听 卢先生的分享和建议 到底中国应该怎么样 去面对希腊的问题 中国绝对不能 这个雪中送坛 中国一定要饮上天花 就是希腊 现在处在最困难的时候 它完成这个制度重建 经济振兴 就是产 这个产业扶苏 经济振兴 至少需要十年时间 那太早的进去了 你投入的东西没有意义 我估计 这回纾困 第三轮的纾困措施 杂金无情 基本上还是属于纾困 就是对经济重建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原因 有三个第一个是 现在的希腊的政府和民间 对整个希腊自身的问题的认识 不到位 至少没有统一认识 他们自己还在处在一个 不是迷茫吗 很赖皮的状态 就是他不想改 他不知道自己错了 他不想改 这样一个状态 他还有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 认识的过程有时候挺惨烈的 有的时候甚至真的很难以避免出现 大型的危机 甚至动乱和战争 有些民族他必须的 谈到一定程度他才能醒过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只能通过欧盟 或者通过德国参与希腊重建 自己不要进去冲大哥 这个时候不易自己往里面砸钱 第二个建议是 希腊的地缘政治地位太重要了 你从中国的边界出发 用铅笔画地图 第一个国家是阿富汗 第二个国家是伊朗 第三个国家土耳其 第四个国家 希腊已经到欧洲了 从中国的新疆出发 到欧洲 就这么近 第四个国家就到了 希腊在整个欧亚大陆 瞧着欧洲一方是枢纽 未来中国和欧洲在路上衔接 希腊可能是一个必经的地方 北线走俄罗斯那条线 南线可能必须走阿富汗 伊朗 土耳其 希腊这条线 希腊的战略地位 不光对欧洲重要 对中国同样重要 东亚和西欧的连接 可能希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所以中国要及早在希腊这个地方 做足功课 也就是说 我们在伊朗 土耳其和希腊 整个这个大陆的 大陆桥的上面 要尽早地开始 做基础性的工作 基础性的工作就是 多做一点文化上的工作 多做一点这方面的事情 倒不一定直接把钱打下去 这一块我们一直对整个大陆桥的 这个重视程度不够 有钱人去买点豪宅 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我们可能在更深入的 思考上面要做 第三个部分是 在希腊一旦进入到 制度重建和政策调整的时候 它制度重建 我估计折腾一段时间之后 它必须制度重建 这跟现在的情况一样 现在必须进行 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重建 因为你不重建就完蛋了 你不能制度重建 就无法实现收支平衡 就无法实现贸易盈利 就无法得到经济的迅速马产 所以制度重建必须开始 一旦希腊进入到制度重建 中国应该建立跟希腊政府 良好的政治经济贸易关系 特别是经济 中国那个时候 我分析应该是最快三年 最慢五年 那个时候 希腊也有可能进入到一个经济 快速发展的时候 中国政府应该允许希腊政府 到中国发人民币债 人民币债券 提供希腊经济发展的重要的资本 提供经济 但我们现在不给希腊公务员发工资 就是它发展经济 我们到时候可以提供 但无论如何 希腊这件事情 对中国的意义 不可小觑 在处理希腊 处理整个大欧洲的关系上 中国要小心 权衡自己的角色 角色 不能像希腊一样的充当 美国和英国的棋子 我们应该支持 德国 支持法国 支持整个欧盟 因为欧洲大陆的板块的稳定 对亚洲大陆板块的稳定 意义重大 它是一种对称型的稳定 欧洲的稳定对中国好处是巨大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处差错 尤其是在外交上不能处差错 好 卢先生的建议请供参考 重心长 好 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天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妍妍 拜拜